阿門 各位親愛的長輩弟兄姊妹 大家安息日平安 感謝主讓我們能夠 用歡喜誠實的心 來敬拜天上獨一的真神 耶穌基督 願主耶穌照著他 應許要賜給安息日的福氣 能夠大大的賞賜給我們 在昨天以及今天的上下午 我們都會用以希結書 來作為我們查考的主題 那我們這次所定的專題的主題呢 是以希結書中聖靈的工作 那我們主要要談的方向 是談在末世的預備 昨天我們談到了 在這個末世 其實世界的王預備了罪惡 非常豐富的罪惡的環境 張開手臂在歡迎我們 我們的神也準備預備好了他的憤怒 以及他將要來進行他刑罰工具的這些祭物 對於被神所拣選的聖徒 我們是不是也做好我們應該要做的預備 要來預備這個世界將要對我們發動的極大的鋪天蓋地的攻擊 我們也預備好要來迎接我們的神 對我們的審判以及要給我們的盼望呢 我們昨天談到了聖靈所掌權的國度 一切的國度都是神所掌權的範圍 在歷史的每一個時刻 在人間的每一個角落 神都在 神也都看著 神也用他的權柄拖住萬有 所以即便是在選民極度的敗壞 那神也看著 那神也用他的刑罰 來使選民的國度被滅亡 那即使到了滅亡之後 神仍然在 所以他在每一個時刻都去興起他的工人 安插在不同的角落 所以在猶大國第一次被滅 神就將但以禮被滅到巴比倫 放在外邦的王朝當中 為他做美好的見證 也為後來第二波第三波被滅的選民 他已經放了一個但以禮在那裡 預先做好一個美好的見證 作為一個預備 那以希捷他就在第二波被滅的人當中 一起到了巴比倫 他也成為神預備 放在被滅的民當中的一個教導者 那神同時也在仍然留在猶大帝的這些國民當中 放置了耶利米 繼續不斷地對他們宣揚神的呼喚 所以我們看見在每一個時刻 每一個角落都是神所掌權的國度 神也必然要按照他的旨意 像我們昨天所看見的這個戰車寶座的意象 神的救贖的金輪 這個車的很高而可畏的輪子 他所計畫的是從萬古以來就不會改變 並且神也用他的全能去推動這個戰車寶座 所要執行的計畫 那要與神同工的 就是他所檢選的四活物 也就是每一個被神所呼召來 所檢選來的聖民 那今天我們是不是已經預備好 要接受神對我們的呼召 我們已經被他檢選來了 但是神呼喚我們與他同工 而要與他同工的人 必須去預備好自己 有他所期待的這些心智 所以在昨天查考四活物的形象當中 我們也看見神對以西結也對我們呼喚 要預備好這些美好的聖節的品德與心智 預備好要被聖靈充滿 要與神一起同工 所以在談完昨天神所掌權的國度 今天我們要進入神所審聖靈審判的權柄 國度 權柄 榮耀都是神的 神的權柄在每一個時刻 他會執行不一樣的工作 今天我們要來談的是一個審判的權柄 在神交付給以西結的訊息當中 有很大的一部分是在審判 審判列國也審判選民 那神的審判是從祂的家起手的 所以今天我們會先從神對猶大國的審判 來審判我們自己 我們是不是也像這些神所責備的選民一樣 有類似的問題 類似的軟弱呢 那我們要怎麼樣來使自己警醒 不要陷入同樣的問題呢 那後面呢我們也會談到神對列國的審判 那是神去描繪一個選民所處的外在的大環境 那我們也來對照今天 我們是否也是陷在同樣的大環境當中 而同樣的也被這個大環境所影響呢 在查考中我們會看到 選民他們深受這個國度 就是他們所在的國際的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使他們自己的信仰也變質 他們自己這種聖民應該有的品德也改變 那我們是否也在這樣子的對照當中 看見我們自己的縮影呢 所以今天我們要一同來 藉著聖經來審判我們自己 也求神幫助我們能夠去尋求被聖靈更新的立志 那我們現在先來看以西結書的36章 以西結書的36章 請看18節 就是神對他的選民一個總結性的一個描述 18節 所以我因他們在那地上流人的血 又因他們以偶像玷污那地 就把我的憤怒清在他們身上 這裡神很簡短的就去描述 為什麼選民的國會遭到神憤怒的刑罰 那就是總歸出兩個理由 一個是在地上流人的血 第二個是以偶像玷污那地 那其實這都是一些表現出來的行為 他們的道德上是非常的不公不義 凶暴 然後沒有愛心 甚至是行惡過於列國 那在他們的信仰上呢 他們也對神不專一 在拜神的同時又拜偶像 使得神所賞賜給他們流乃與蜜的地 被偶像所玷污 那這些是表現出來的行為 可是其實人會走到表現出這個的地步 是內心先出了問題 我們回到以西結書的一開始 在第二章 神就去點出 這些人他們內心最根本的問題是什麼 以西結書的第二章六節到七節 從第三節開始好了 神在差遣以西結先知 去為他傳神的話的時候 就已經先告訴以西結先知 他要面對的是什麼樣的人 第二節 他對我說 他對我說話的時候 靈就進入我裡面 使我站起來 我並聽見那對我說話的聲音 他對我說 人子啊 我拆你往背逆的國民 以色列人那裡去 他們是背逆我的 他們和他們的列祖 違背我直到今日 就是一個背逆 違背神 人的心只要開始背逆 就是說不願意聽神的話 堅持自己的想法 堅持自我 那就是一個後面會產生 種種問題的一個根本的問題 那在這個地方 神繼續說 他們的背逆是怎麼樣呢 他們是從古以來 從他們的列祖就已經背逆我 我已經忍受他們到今天了 第四節 這種子面無羞恥 心裡剛硬 繼續 我拆你往他們那裡去 你要對他們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他們或聽或不聽 他們是悖逆之家 必知道在他們中間有了先知 那他們到底會不會聽呢 第六節 人子啊 雖有荊棘和吉利在你那裡 你又住在蝎子中 總不要怕他們 也不要怕他們的話 他們雖是悖逆之家 還不要怕他們的話 也不要因他們的臉色金黃 他們或聽或不聽 你只管將我的話告訴他們 他們是極其悖逆的 神說他們是極其悖逆的 他們悖逆的 就像荊棘和吉利一樣 充滿了反抗 對神的話有很多的抵擋 很多的抗拒 那他們又像蝎子一樣 抗拒就算了還會攻擊 那甚至先知對他們說什麼 他們的臉色可能也會很難看 甚至會對先知有辱罵啊 或者更多言辭力色 那這一些人心裡剛硬 所以我們從這裡可以去思想 信仰的絕症是什麼呢 人的肉體啊 從醫學上有很多的絕症 肝硬化可能還不是絕症 可是呢在信仰上 心硬化就是絕症 在這裡 神已經從歷代以來 不斷地去拆遣他的仆人 去教導百姓 也透過他的律法 給人非常明確的這一些要求 那神也讓人去經歷他許多的作為 但是人心裡一旦剛硬 就會每天看著神的作為 經歷神所賜的恩典 卻渾然不絕 就好像神在希伯來書第四章那邊說到 這些人他們心裡迷糊 每天看著我的作為 卻仍然非常的剛硬 不願意完全地來順服神 甚至會覺得 神好像不存在 神好像 就是自己覺得自己的狀況很好 那所以當我們發現自己 對神的話沒有感受 或者說甚至有所抗拒的時候 其實這就是一種心硬化的徵兆 那當神派他的仆人 或神藉著他聖經的話語 來提醒我們的時候 我們其實就是一個來檢視自己 是不是有感 是不是會 心會被扎到有感覺的狀況 那在這裡呢 這些選民他們從歷代以來 時好時壞 信仰復興的時候就非常的火熱 說耶和華是神 那轉眼之間可能心又硬化 那又否認神或者拒絕神的教導 那所以在猶大國即將要滅國的時候 神再一次地不放棄地去呼籲他們 那神的仆人 不論這些百姓聽或不聽 就是要堅守神交付的任務 去將神的話原原本本地去表述出來 那在以西結書當中呢 我們看見他們因為心很剛硬 所以會以自己為自己的主 或者去尋求其他的幫助作為他們的主 所以他們抗拒神的幫助 否定神的幫助 那去尋求了不管是物質 在第五章的十六節有講到 他們會去依靠他們的糧食啊 或者是在第七章的十一節十九節 會講到他們去依靠財寶啊 其實由大國到後來也已經很沒什麼錢了 因為被列國搜刮 所以其實也是變得很窮困 但是只要還有一點錢財還有一點糧食 他們就會覺得那是一個可依靠的 是一個可誇口的幫助 但是神讓他們知道 透過最後的滅國 神讓他們知道 這些都是會過去會失去的 那並且這些都是掌握在神的手中 到底人要以什麼為依靠呢 那同時在昨天我們也有查考到 他們依靠許多列國的權勢 那我們來看二十三章 以西結書的二十三章 整個二十三章呢 神用一個比喻 就是一個媽媽生了兩個女兒 那這兩個女兒都非常淫亂 跟各式各樣不同國家的男子 來發生淫亂 這樣子非常露骨 也非常可怕的比喻 神在比喻他的選民 那一個媽媽就是神所拣選的 以色列的後代 那這生出來的兩個女兒 就是以色列國跟猶大國 就是北朝跟南朝 北朝是姐姐叫做阿荷拉 那妹妹就是猶大國叫做阿荷利巴 那這兩個姐妹呢 從在埃及就開始形淫亂 那其實在講的就是一個選民 他與列國結盟 尋求列國幫助的歷史 那神稱呼他們這樣子 去尋求列國的幫助的行為 就是跟列國在心淫亂 因為這代表他的選民 不專心的依靠神的幫助 反而想要去依靠其他的國家 那並且也被這一些國家 拜偶像的風俗所影響 所以表面上是一個政治上的淫亂 實際上是一個信仰上的淫亂 那神對選民的歷史是從埃及就開始說 表示其實他們在埃及就已經有在拜偶像 那神特特地把他們從埃及這個拜偶像的環境 所分別出來 拣選出來 就是要使這些選民離棄偶像 歸向真神 那這個在明天我們也還會再來談到這個部分 那這兩個姊妹從在埃及 第一節第二節就已經說 他們在埃及就行邪飲 那到第五節 那些姊妹姐姐她又去跟雅樹來行邪飲 然後她的妹妹呢 看了姊姊這樣子的行為 並沒有 並沒有引以為戒 她反而 第十二節 妹妹也貪戀雅樹 哇 看他們是穿極美的衣服騎著馬 都是可愛的少年人 覺得他們哇 經濟上又很體面 他們的軍事上也非常的厲害 如果用今天的話來講 其實我們看世界上各國 也確實很多的國家 不管在知識上 在經濟發展上 在軍事 武力 國防 外交 各個方面也都有很強的表現 那不要以國家的層級 以我們一般人生活周遭 我們也會看到很多人 家裡很有錢 住得很好 穿得很好 化妝化得很漂亮 或者是長得非常的 很帥啊 很美啊 身材很好啊 或者是有些人就是人生勝利組 他也讀很好的學校 也找到知名企業的工作 這些都是外在 會讓人很羨慕的條件 那神的選民在從古以來 就一直因為這些外在的條件 偏離了對神的專一 他們看見這些條件 就覺得非常的羨慕 就去與他們結盟 去依靠他們 那所以到第十四節 這個妹妹呢 看完了雅述人 跟他已經結盟完了 行完邪音了 又看見迦勒底人的畫像 哇 這個迦勒底人 也是腰間繫著袋子 頭上有下垂的果頭巾 都是軍長的形象 哇 這個形象真是非常的令他羨慕 所以呢 他就去 他的貪戀呢 就讓他去主動的打發使者 去迦勒底見他們 這是第十六節說的 哇 所以呢 迦勒底就是巴比倫 巴比倫就來了 就說 好啊 你要來主動找我 我當然很高興 但是他來了之後 去與妹妹猶大國行營完了之後呢 又與他生疏 所以在昨天的歷史裡面 我們也講到 巴比倫他來了 原本接受了約雅進的投降 約雅進從 侍奉埃及改成 侍奉巴比倫 但是後來巴比倫 又把 猶大國 就是 連續的三波 爐走了猶大國 並且最後 也滅了猶大國 那所以 我們看 這個去尋求 世上幫助的人 其實他最後是引狼入世 就好像今天我們想要去尋求 世界的好處 世界的王 非常的高興 絕對會來 與我們 行營 那最後他也會滅了我們 那今天我們看 這個地方 神 他在第七節說 你們表面呢 是去與這些政治勢力結盟 但是會因 第七節的最後半句 因所戀愛之人的一切偶像 玷污自己 我們再跳到第三十五節 神 也再一次的去 把這個表象後面的真相 講出來 三十五節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你忘記我 將我丟在背後 所以你要擔當你隱形和隱亂的報應 所以去尋求世上的幫助 背後真正的狀態就是 其實我們是忘記神 把神丟在背後 而且進一步的 我們是因所戀愛的這個 世界的幫助 把他們當成我們的偶像 來玷污了我們自己 那這個說起來是非常嚴重的 因為 敬拜神的人都知道 我們是不拜偶像的 那我們也很難 就是很少數很少數的人 會受洗之後 又去拜那個看得見的偶像 進到廟裡或者去 喜歡一個偶像 把他放在家裡等等 但是呢 神讓我們知道 這些去尋求他以外的幫助 的行為 就是在拜偶像的 而且是與這個偶像 有非常親密的淫亂 那那個親密的部分呢 不是在肉體 而是在心靈 我們的心去忘記神 把神丟在背後裡 因為我們相信 我們所尋求的那個好處 比神還要好 比神還要有效 比神還要快 可以讓我們覺得得到好處 那所以 在什麼樣的行為上 我們去表現出這一種 讓神很傷痛的 與偶像的淫亂呢 譬如說 我們不尊重神的安息日 在安息日去做自己的事情 包括自己的讀書 自己的工作 或者是自己的社交活動 那或者我們人已經在教會 心卻不在教會 那我們的心還在想其他的事情 這些都是在與神以外的對象 心淫亂 所以我們的神 祂是非常看重我們的心的 在後面 他就從二十三章 二十三章的後面呢 我們來看 第三十六到三十九節 二十三章的三十六到三十九節 耶和華又對我說 人子啊 您要審問阿荷拉與阿荷利巴 當指出他們所行可真的事 他們行淫 手中有殺人的血 又與偶像行淫 並使他們為我所生的兒女 金火燒給偶像 此外 他們還有向我所行的 就是同日玷污我的聖所 乾犯我的安息日 他們殺了兒女陷於偶像 當天又入我的聖所 將聖所褻毒了 他們在我殿中所行的乃是如此 所以這個信仰的不專一 不是只有說他們去尋求其他的幫助 他們不是整個人就走了 而是他們一面在尋求世上的幫助 一面又表現得假裝很敬畏神 有在敬神的聖所 有在守安息日 那神其實完全的看得見人的心 他也知道我們每時每刻所做所想 所以呢 他要先知 將他們的這些可證的事揭露出來 他們行淫並且手中有殺人的血 他們的內心也是沒有愛心 彼此互相非常帶著仇恨 或者說帶著沒有善意來互相對待 那並且呢 他們也將自己的兒女獻給偶像 以現在的話來講就是獻給世界 我們的孩子雖然也有帶來教會 可是是在生活中大部分的時間 是讓他歸於世界 如果我們沒有在生活中的每時每刻 都不斷地教導孩子關於神的觀念 以及我們在每時每刻 讓他去看見神的作為 只有在來聚會的時候帶來教會 其他的時候獻給世界 那其實這個就會 神已經讓我們知道 他看見的是什麼了 那我們的孩子就會去趨向世界的價值 或者也將世界的偶像放進心裡 那這個就是我們將我們的孩子燒給偶像 那38節就說 他們在同日去與偶像行淫結盟的同日 又來玷污我的聖所 來干犯我的安息日 那他們去把孩子獻給偶像 當天誘入我的聖所 將聖所褻毒 那所以這種現在的人 大家都仍然是很不能接受 腳踏兩條船這種事 以後就不知道了 但是呢 在愛情或者說在婚姻關係上 神所要我們所 堅守的價值就是專一 那在這個地方 這些選民 他們對神的愛情就是非常的不專一 在敬拜神的同時 他們的聖所 當時的聖所可能是物質的聖殿 但是真實的真正的聖所是我們的心 在我們敬拜神的同時 我們心裡的這個聖所 卻同時還有另一個小房間 是留給世界的王 留給其他的偶像 那所以在第八章裡面 第八章 神就帶先知去看見 每個人的那個小房間 以西結書的第八章 神藉著一個異象 讓先知到了神的聖殿 在第三節 他伸出一隻仿佛手的樣式 抓住我的一柳頭髮 林就將我舉到天地中間 在神的異象中 帶我到耶路撒冷朝北的內院門口 在那裡有觸動主怒偶像的座位 就是惹動忌邪的 在神的聖殿裡 竟然有保留一個座位 是給偶像的 那第七節 神就令先知 在異象中去看 看見了這個聖殿的院門口 牆上有一個窟窿 神就說 你要挖牆 他一挖 他建有一個門 這個牆 他原本的功能 是一個阻隔 神要我們去為自己的心 要去築起一個聖城的牆 這個牆 是要去與世界世俗分別的 但是呢 這個聖城的牆 竟然挖下去是一個門 它竟然是一個與世界世俗 能夠有交流的通道 那我們是不是也為自己的聖城 留了這樣子的通道呢 那在這個通道 一進去會看見什麼呢 第九節 神都知道啊 神都早就都看得很清楚 他叫先知說 你進去 看他們在這裡所行可真的惡事 先知一進去一看 誰知 在四面牆上畫著各樣爬物 和可贈的走售 並以色列家一切的偶像 那在這個小房間裡面 竟然有這些世俗各式各樣 世人所崇拜的 所追逐的這些價值 那在這些像之前呢 有以色列家的七十個長老戰力 這些是選民在信仰上的領導者 他們竟然也帶頭在心裡 有這個屬於世俗的小房間 那他們 除了他們之外呢 第十四節 他領我到耶和華外院朝北的門口 誰知 在那裡有婦女坐著 為塔摩斯哭泣 在神的聖城的外院那裡 也有婦女在拜偶像 那個塔摩斯也是當時 異教裡面一種偶像 那他是一個植物之神 所以敬拜他的儀式 就是用哭 用眼淚來澆灌讓他復活 那所以 這些婦女非常光明的 那些七十個長老還偷偷摸摸的 將他們所潛藏的那些惡 掩蓋起來 但是呢 這些婦女 竟然是很光明正大的 就在院中 來做拜偶像的事 那 其實 這裡神會特別用婦女來代表 就表示 其實他們已經沒有一家之主 在約束他們了 一家之主是他們的丈夫 那所以婦女都會出來拜偶像了 表示他們的丈夫的信仰 也早就已經倒了 那所以 到 第十六節 也說 在神殿的內院 還有二十五個人 也是背向耶和華的殿 面向東方拜日投 那這些都是非常 非常明目張膽的去背叛神 來到神的殿 卻是背向神的殿 去朝向 另一個偶像 那所以 在這裡我們看見 以色列選民他們 以色列選民他們 因為硬心去尋求各式各樣的幫助 最終也被世俗化 在信仰上也 背叛神 他們尋求各式各樣的幫助 其實偶像也是其中的一種 那所以神總結他們的問題 我們來看 第五章的五到七節 第五章的五到七節 主耶和華如此說 這就是耶路撒冷 我曾將他安置在列邦之中 列國都在他的四圍 他行惡 違背我的典章過於列國 乾犯我的律例過於四圍的列邦 因為他棄掉我的典章 以至於我的 以及至於我的律例 他並沒有遵行 所以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為你們紛爭過於四圍的列國 也不遵行我的律例 不謹守我的典章 並以遵從四圍列國的惡規 尚不滿意 這一段呢 神 他 他說他的選民 比四圍的列國還要早 選民一向都是覺得自己 是比列國更有益的 因為他們是被神所選招的 他們是有神的律法的 所以自己覺得自己比別人更聖結的 但是在神的眼中 他們是比列國更惡的 他們已經完全的棄掉神的律法典章 他們紛爭過於四圍的列國 那個紛爭不是只是說 吵架啊 有流血的事啊 這一些 當然是一種紛爭 那這個紛爭 它原本的意思是 喧嚷 喧華 那表示他們其實是非常的 像無頭蒼蠅一樣 在各方面都是不斷的四處奔走 沒有辦法安靜下來依靠神 不斷的去尋求各方面的幫助 不斷的在這邊的失敗 那邊的挫折當中 繼續的去掙扎 那從來沒有靜下來悔改 從來沒有好好的在拿起神的律法 來安靜的遵從神的教導 那所以他們紛爭過於列國 那所以 當人的心硬 心硬化了以後呢 就會以為 有其他更多的選擇 但是也會同時在各種的選擇當中 得到挫折 因為會發現這一些幫助都是不可靠的 那甚至神也會讓人去 因為這些幫助受到更多的傷害 就好像選民他們去尋求列國的幫助 結果這些列國反而來吞噬他 那所以 當人在刑罰當中應該要做的就是安靜下來 反省 那我們看這些選民呢 在亡國之前有這些問題 亡國之後受了刑罰之後 到底有沒有在刑罰當中悔改呢 我們來看第三十三章 三十三章的二十四節開始 這些是被掳的人喔 他們 不是 這些呢是已經亡國了 那他們的國家已經被滅亡了之後 還留在猶大帝的漁民 這些人二十四節說 他們住在這個荒廢之地的人就說了 亞伯拉罕獨自一人能得這地為業 我們人數眾多 這地更是給我們為業的 這些人已經滅國了 他們覺得自己能夠倖存下來 就是神要讓我們獨得這個流奈與蜜之地 那所以他們自己覺得自己很有意 能夠跟亞伯拉罕比 而且比亞伯拉罕能夠得得更多 那這些人是不是有什麼問題呢 那今天我們會不會也是這樣呢 就是可能在神一個恩典怜憫之下 能夠得到一些還能站立得住的情況下 我們就以為就是因為我們很有意啊 或者是感謝神 接下來就是得恩典福氣的時候啦 其實呢二十五節 神要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你們吃帶血的物仰望偶像 並且殺人流血 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嗎 你們倚仗自己的刀劍行可爭的事 人人玷污淋舍的妻 你們還能得這地為業嗎 就是刑罰已經領受了 但是罪惡的問題還是沒有解決 他們並沒有在刑罰當中悔改 真的去更新 那這一些 違背神的表現仍然存在 那背後的原因就是 也是心很硬 而且自以為義 那所以心硬又自以為義 真的信仰就沒有救了 那在這個時候 神仍然不放棄啊 對這種沒救的信仰 神仍然不放棄 所以今天如果我們覺得自己 沒救了 神還是不會放棄我們 他仍然呼喚我們 我們重要的是要讓自己的心軟化 那我們來看這裡 第三十到三十三節 這些漁民啊 他們很輕鬆 在那裡說 第三十節 人子啊 你本國的子民在牆圓旁邊 在房屋門口 談論你 弟兄對弟兄彼此說 來吧 聽聽有什麼話從耶和華而出 他們來到你這裡 如同民來聚會 坐在你面前 彷彿是我的民 他們聽你的話 卻不去行 因為他們的口多顯愛情 心卻追隨財力 他們看你如善於奏樂 聲音優雅之人所唱的雅歌 他們聽你的話卻不去行 這裡就是他們自意的結果 對於神的話 他們還是有興趣來聽 好好的坐在前面聚會 好像有要來領受神的話 可是其實卻是把神的話 當作在聽音樂 在聽演講 聽新聞 就好像以前保羅要去傳福音 他們所面對的希臘人 就說 哎呀來來來聽聽看 有什麼新的好聽的奇聞意識一樣 那今天 那今天 神讓我們看見 一個新印的信仰 就是 對神的話沒反應 或者說把神的話 當作一個 聽一聽 好聽的學問 好聽的一個道理 但是卻不去行 所以今天 我們在這一個段落 看到選民的問題 就是一個 以心 應心 應心為根本 癥結 所表現出來 種種 拜偶像的表現 那那個偶像 不僅是 有形的 更是 無形的 那些 世俗的價值 接下來我們要來看的是 列國的罪 列國的罪 根本的問題就是 驕傲 所以他們 這個驕傲呢 使他們 自己 就是 高舉自己 我們來看 推羅就是一個 非常經典的例子 我們看 27章的第三節 27章的第三節 推羅在當時是一個 以海上的貿易為 主要經濟活動的國家 所以 許多的國家都仰賴 推羅的出口 那也 推羅也因為進口很多 國家的商品 而有這種 非常國際化的一個 城市的發展 所以他的國家的人民 也都享受很多 所以推羅就覺得自己 非常的美麗啊 你看我吃喝都是非常的特別 那列國也都 貢獻他的東西 來到我的國家裡 那列國也依賴 我的海上的 這個 物流 所以在27章的第三節 他就說 說 說你居住海口 是眾民的商部 你的交易通到許多的海島 主耶和華如此說 推羅啊 你曾說我是全然美麗的 你的境界在海中 造你的使你全然美麗 在這裡呢 神說 你說我是全然美麗的 但是神說是造你的 使你全然美麗 這是不一樣的 推羅已經忘記了 能夠造就他的美麗的 是許多其他的因素 包括其他 許多其他國家 有製造那些東西來送給他呀 也包括他有這些海上商船 也都是許多人去製造出來的 那更重要的是 他能夠有這些 他在海上能夠平安的航行 這些風浪 也都是神沒有讓他去遭遇到的 那甚至神也讓他沒有遇到海盜啊 或者其他 其他勢力的阻擋 那所以 推羅他因自己的勢力而驕傲 他忘記了是因為 有其他的原因來造就他自己 所以他以為自己天生就是這麼美麗 這麼值得人羨慕 在物質上他是以這些為誇口 那到28章就談到在鼠林上 就是物質上的這些讓人覺得 驕傲的事情 到後來就會進到在鼠林上的敗壞 28章就是在談鼠林層面的敗壞 所以28章的第二節 人子啊你對推羅君王說 主耶和華如此說 因你心裡高傲說 我是神我在海中做神之位 你雖然居心自比神 也不過是人並不是神 當人在物質上 剛開始說啊我是多麼美麗啊 我很帥我是天才 這是我們現在的人常常 會覺得可誇的事情 或者是啊我 我所建立的這個企業多麼好啊 等等 那到後來28章 在鼠林裡其實已經居心自比神 你覺得自己是全能的 沒有什麼問題可以難倒我 我才能夠建立這麼大的一個一個成就 或者是 我現在很多達人呢 就是美妝達人 或者是什麼瘦身達人 或者是理財達人等等 都是達人是一個還以人為稱號的 那有的人就直接就是什麼什麼女神 什麼什麼之神 金銀之神等等 那其實 好像聽起來是一個比較 細虐的說法 但是事實上 就已經是在把人變成神 在造神 神對推羅說 你以為你是神啊 你還是人 我們來看第15 在第11章 11節以下呢 神就去說 你其實原本是被神所造的 放在神的伊甸園當中 要來服侍神的 神也給你非常好的配備 讓你有這一些 寶石 那以換成人來說 所有的人原本都是神所造 預備要在神的國裡 來服侍神的 神也賜給人非常好的配備 有些人很有口才 有些人很聰明 有些人五官身材很漂亮 有些人很會理財 有些人很會修理東西等等 神給我們這些的配備 但是呢 在第15節 你從受造之日所行的都完全 後來在你中間又查出不義 那那個不義呢 如果在彼得前書那邊 就有談到他們不守本位 就是說 覺得自己很有才能 很有恩賜 然後就開始不守本位 不做神 原本設立我們所要我們做的事情 開始去發展 屬於自己的理想 自己要追逐的價值 或者自己要做王 這些不義 讓我們開始 16節 以西結書28章16節說 因你貿易很多 你發展了很多自己的事業 就被強暴的事充滿 以致犯罪 所以我因你褻瀆聖地 就從神的山驅逐你 17節 你因美麗心中高傲 又因榮光敗壞智慧 所以呢 神講到 屬林上的敗壞 就是從驕傲開始 那也開始 不再專注的服侍神 而去專注自己其他的目標 那並且也以這些目標的滿足 來更加的鞏固自己心中的驕傲 所以最後就整個的敗壞掉了 那當時神所說的推羅 是一個列國的現象 列國原本 世人都是被神所造的 但是也通通因著 在魔鬼的掌權之下 就是當亞當犯罪 世人都進到魔鬼的權勢之下之後 那都敗壞了 只有後來神藉著簡選亞伯拉罕 然後去分別出他的名 他再重新去 使人有一個 成為聖節的機會 那這些已經敗壞的名呢 他們通通都因著自己的美麗而高傲 因著他們原本被神所賜的恩賜 來驕傲敗壞 那今天我們 已經又被神從這個罪惡的世界 在拣選出來 已經成為聖節又能夠 專心地服侍神的人 我們是不是也可能 又因為這個驕傲敗壞的世界的影響 也轉移了我們的專注 不再一心地以神為我們生命的中心 跟我們生涯規劃的一個根本的考量呢 那我們看見列國的驕傲 在這個時代 沒有什麼事情不讓世人驕傲的 物質的成就 醫學的發達 知識的進步 人都覺得人定勝天 那甚至要去對抗病毒 或者是蝗蟲等等 現在所看見的這些急迫的危機 古時候的人還知道要來呼籲 要去尋求神尋求信仰 但是現在這個時代 我們看不到任何一個關於這方面的信息 現在的人遇到這些急迫的危機 就是不斷地從理性的方面來思考 要怎麼樣用醫學用科學 用大數據還是什麼來處理 我們不否定這些東西 它有它存在的必要性 但是這一些危機 這些災禍背後根本的原因 是因為人離棄神 是因為人的罪惡玷污了這個地 所以地要將人吐出 這個大自然要對我們反撲 那今天人沒有從罪的層面來反省 來處理 是人 人類的驕傲使人 到這樣的時刻都還不尋求神 所以今天我們作為神所堅權的百姓 我們也要很小心自己的思考模式 是不是也受到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那我們是不是也能夠更進一步 更勇敢的 像似活物的獅子的臉 這樣子扮演起這樣 勇敢為神的真理發聲的角色 我們去告訴世人 這個他們聽起來會覺得很好笑啊 說因為這個災禍就是我們有罪啊 我們要來悔改 世人絕對會覺得很好笑的 但是我們是不是能夠勇敢的 在這個時刻將這個真理說出來 那包括埃及以及亞述 也都在他們 神對他們的審判當中 驕傲就是他們最主要的問題 那時間的關係 我就給各位經節大家可以自己看 在29章神談到埃及的罪 那3節10節那裡 埃及都說 這盒是我的 是我為自己造的 也是去誇口他自己的成就 而且自己以為自己是造物主 那在第31章的第10節 31章是神借著亞述的歷史 因件來勸告埃及 那其實他所描述的就是 亞述曾經怎麼樣的驕傲 在31章的第10節呢 就說到 因他高大 數間插入雲中心交起 神在這個歷史的背後 去興起了亞述 但是亞述卻自以為是自己的能力 自己的努力等等 使他能夠高過其他的數目 插入雲中 所以他心交起 但神在這裡要說的是 誰才是真正歷史的掌權者呢 是神 而不是任何一個靠著自己努力的人 所以 列國根本的原因是驕傲 當人自以為是神 那人的心也會 變得 因為驕傲而沒有憐憫 而變得 兇惡 變得剛硬 那我們來看 在25章 神就講到其他幾個國家 在道德上面的表現 都是無憐憫 無良善 幸災樂禍 不解怨 那所以包括亞門 二十五章的三節六節 就講到他 看到以色列遭災 他就拍手遁足 很高興 那在二十五章的十二節呢 講到以東 他也是趁著尤大家 遭難 他也是在旁邊 來報仇雪恨 二十五章的十五節呢 又說 非力士人也是趁機在向尤大人報仇 用恨物的心報仇雪恨 永懷仇恨 要毀滅他們 他們當然過去都跟尤大有一些過節 每個國家之間都會有一些衝突 但是這些國家在尤大 遭難的時候 是幸災樂禍 而且也 永懷仇恨 永不解怨 所以 這個讓我們帶來的反省是 這個世界都是這樣的 沒有良善沒有憐憫的 可能會有時會有一些愛心的舉動 但是那些也都是會求回報的 但今天我們是不是也受到這個大環境的影響 也對 也把這個風氣帶進教會呢 我們的說話言行是不是也變得 更強調要強勢 就是要 要維護自己這個單位的利益呢 那或者是我們對其他的現象 就非常的愛心冷淡 那或者是我們 對於曾經有過一些不愉快的事情 也無法解怨呢 心中一直有一個不能解開的結 那即使跟 再碰到那個曾經結怨的對象 那我們也只是保持表面的和平呢 但我們的真理並不是教導我們這樣 神對他的選民的期待不只如此 我們是不是能夠活出 與這個世界不同的價值 在愛心的實踐上 我們能夠真的脫俗 能夠是一個禮俗歸聖的 被神的愛神的真理所驅動 所激勵的人呢 那所以我們今天查考了 猶大國的罪惡 他們表現出很多的罪惡 但是根本的問題是硬心 我們也看見列國很多的罪惡 那他背後根本的問題是驕傲 那今天我們的心 應該是已經被基督的保血所洗淨 應該是一個心的心 我們的心也應該被一個新的靈所注入 所以能夠常常保持柔軟 也能常常的去更新 因為它是有生命的 而不是石頭 那所以 最後我們再來看 以西結書的十一章 以西結書的十一章 第十六節 我們直接看第十九節 這一段也是昨天我們最後所看的一個神的應許 十九節 我要使他們有合一的心 也要將心靈放在他們裡面 又從他們肉體中除掉石心 賜給他們肉心 使他們順從我的律力 謹守遵行我的典章 他們要做我的子民 我要做他們的神 神再一次的 有這樣的盼望 其實人類的表現一直讓神很失望 但是神一直都對人帶著盼望 他也將這個盼望賜給人 今天他藉著他四下應許的聖靈 要來真正改變我們的心 當我們能夠真的去使這個在我們裡面的心的靈 是活潑的 那我們就能夠有合一的心 也能夠真的去除掉石心 那個很硬的 以自己為主的 或者自己要去尋求其他幫助的那個心 那也能夠除掉那個很硬的驕傲的心 換成神用他的心靈所充滿的肉心 我們才能夠在這個應許當中有份 才能夠真的成為神的子民 神才能真的成為我們的神 早上的